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中庸的第一章 天命之为信 率性之为道 修道之为教 天呢它是没有形体的 也不会说话 那为什么我们要说 这个人性呢 是由天命得来的呢 那因为人性是和自然互动的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这个天呢 从整个自然而言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 道啊是人性可以感悟得到的 就好像啊 这是一个比喻 就好像是上天的命令 让我们每个人有了这个性 所以说呢 就是天命 这里我们看这个绿色的注文 说的已经比较清楚了 天不会说话 天本无体亦无言语之名 这里强调天命呢 这应该是说是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能和自然界的其他部分呢 是互动的 如果没有这个能性是在这种互动中产生的才有意义 我们去研究这个性 因为它的意义啊 是有多层的比较复杂的含义 我们不能够非常精确的说明它 一般我们如果能够非常精确的说明的事物呢 一般它都是比较具体狭隘的 这里就引这个 道德经的第一句话 第一章第一句话 道本无名 不是第一句话 第一段 道本无名 抢名之 就是其实我们也是人为的 就是说赋予了天这个概念 帅性之味道呢 这个帅就是寻也 就是尊寻 寻性行之是味道 就是追寻 能与生俱来的性 来形式 这就是道 道的本意就是道路 就是路 我们做事实要讲这个道 就像我们走 我们旅行一定要 在路上走 不然你就迷路了 那就到不了目的地了 这个性呢 要说一下 人性呢 它是有善有恶的 而且善恶的标准呢 根据时代啊 地狱啊 很多 具体的 环境的不同呢 它是有不同的定义的 它以前呢 在变以后也在变 它会一直的改变 什么是善恶 那么说这里的率性之为道 那应该是 我们遵循这个人性中 符合道德标准的这个 善性 这是道 遵循这条道路 修道之为教 修就是治 治理 我们治理这条道路了 然后治而广之呢 那么别人也从这条道路上走 这就叫教 就是 我们可以说就是教育的意思 是吧 治而广之 能法效之 事曰教 我们修这条路 我们修好了 而且比如说我们修一条路 不但我们自己可以走这条路 我们把它 修成康庄大道的话 其他的也可以走 那就是教了 道也者不可 虚于离 可离非道也 这个好理解啊 我们不能离开这个道 离开道路呢 那也就不是道路 道路是不能离开的 如果我们 旅游的时候 我们知道如果你 随便往其他地方走 你可能走到沟里面 走到西流里面 或者走到这个山澳里面 事故君子 戒圣夫 其所不读 恐惧夫 其所不闻 这也是说一个圣读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非常注意自己的修养 如果修养不够的人呢 所谓这个小人呢 别人看不到的时候 说他以为别人看到 或比以为别人听不到 他就为所欲为了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这个率性呢 遵循这个 天命之性中的 善的部分 不是说这个性 不是说人的本能 我们看这个著文 绿色的 小人贤居为不善 无所不知也 君子这不难 虽视之无人 听之无声 由戒圣 恐惧 自修正 是其不虚于理道 因为小人他不修身 他做什么事情 做给别人看 别人看不到了 他就无所谓了 但君子不是这样 在大庭广众呢 和自己独处的时候呢 是一样的 都要遵循这个道 莫献夫饮 莫献夫威 故君子 盛其独业 这 独献啊 这说呢 反而在这个独居的时候 独处的时候 更容易看到一个人的修养 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 人们往往会 他自动会去矫正自己 他会在意别人的看法 那独处的时候呢 因为君子 他同样的严格要求自己 他不能虚于离开这个道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反而在独处的时候呢 就可以非常体现出 一个人的修养 我们看著文的解释 圣读者 圣其嫌惧之所为 小鸣鱼 赢者 动作言语 自以为不限度 不限文 这必是 敬其情也 这个情呢 是指人的 七情六欲 如果别人看不到 他就 敬情 我们可以看到 率性不是敬情啊 敬情就是 遵循你的感情 你就 成一种 能让自己的情感 说有率性 也是遵循 人性中善 善的部分 但其实呢 我们方方 说小人这样做的是不好了 就说没有人看到 没有人听到 你也是做错了 对吗 而且呢 很多情况下 是自以为 没人看到 没人听到 过了一段时间呢 一般呢 还是会 暴露出来的 喜露哀乐之未发 未知中 发而皆重结 未知何 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何也者 天下之 达道也 那么我们中庸 这是这篇文章的名字 这个中呢 这里又做了个解释 他说是个大本 它涵盖了喜露哀乐 我们做个比喻啊 要好像这种水和波的意思 没有水就没有波 但是如果有水的话 如果有风来的时候 它就会有波浪 或者说在这个水 它流进一定有 有高度差的时候 它也会有波浪 它从上流到下的时候 它就有波浪 那么说中呢 就好像是这个水 然后喜露哀乐呢 就是这个波 能都会有喜露哀乐 但其实这个程度的不同 我们说有的时候 这个禁止不是绝对的 它就是 中就是它的事物的本体 那波呢 它的事物运动时候的外在 或者是一种能量的表现 没有这个中 就没有喜露哀乐了 他说 你之所犹生 正教之子初也 因为它是本体 就好像波浪 从水中出来 有水才有波浪 那么有中才有这个 有礼乐正教 至终合 天地 为言 万物 欲言 正呢 就是实践 然后达到这个目的 至达到终合 这个目的 为就是正 欲就是身 那就是天地呢 它都 哦 位置都正了 万物呢 都是 生长了 万物欲言 终合 这里呢 我们说它是智德 也是一种平衡的状态 那终合 天地才能正啊 我们说如果不平衡 我们现在说 这个全球气候变暖 这就成为我们 有非常重要的挑战 人类甚至说是最大的挑战之一 还可以有其他更大的不平衡 大家想一想 所以说要平衡 我们说如果不平衡 如果地球温度如果身高降低很多 那么人类还有其他生物的生存环境 我们可以想地球 多少亿年前 它是只有非常简单的生命 就是更早一点 它是没有生命 这说的是对啊 如果你没有这个平衡的话 我们说地球它是一个行星 其他的行星上 它为什么没有生物呢 或者至少没有这个比较高级的生物呢 也许火星上有很简单原始的生物吧 因为地球是平衡的 如果我们像这个什么 晶星那样对吧 那温度都是极高 然后动不动有非常剧烈的 有剧烈的碰撞 或者说有风的话 晶星上的风 那可能不是我们的十级十二级的 那也早就没有这个任何的生物的存在 这就是中庸的第一章 我们这个注文里面 虽然说我们现在说这个中庸的最后的定稿 应该是在占国 但它可能也有可能是只是最先注述的 我们在这里把这个 朱熹的注呢 关于指示的这个描述呢 我们保留了下来 右第一章 右就是 古代这个排版 它是从右到左的哈 右就是上面 我们就算是上面第一章 那文章的第一段的话 它都是最重要的 它说明这篇文章的 中指这里说什么呢 道之本源出于天而不可疑 就是道之本源是从天来的 我们再说这个天是我们人为的 富裕的一个概念 它是比较复杂的 但我们也可以 可以重启的概念 它一般我们可以说 它是整个宇宙的大自然 然后它有一个 智德最高道德原则的意识 实体的语气 因为我们的人啊 我们实体啊 这个道啊 已经在我们之中了 应该是在我们的心中了 这种道 那么大家说 如果道在我 已经我已经有了这个道 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学呢 它说已经有了 是我们具备这个能力去认识 实践这个道 绝对不是说你 你不学的话你就懂了这个道 但是我说 我们人类的有些行为是 其实有本能 是我们生下来就有了 我们不需要父母教 我们就知道一些东西 那些都是 我们可以说是比较基础的能性 那个符合道的并不是太多 我们说这个道 它是道路的意思 你是不是需要去修身啊 不是人的本能 四言纯阳醒茶之药 中言圣神功化之极 就说了修身圣读重要性 然后又说呢 这个道啊 它的功用啊 你说天地为言万物生也 就说学者呢 要反求诸身而自得之 就是我们要 我们这些东西要 要学的时候反求诸身 因为我们 这个反求诸身呢 就说学习呢 要经常自行 要提升自己 是为了自己自得之 去复外幼之思 而充其本难之善 这个外幼之思啊 这个要说明一下 他我引用了下面这是朱熹的原话 但是朱熹呢 因为他是主张性善论的 有点接近孟子 这点呢非常重要 性善论呢 我们说这个是 这种 这种论述啊 他是 非常的不全面的 因为人性中 你不可能说 他都是善恶 把人性 从以天驱来 他也是个人性 强行的把它分开 有一部分是善性 有一部分是恶性 这也是 不能强行分开的 但我们可以这样去说 就说我们呢 这说的也 但他说外幼之思 就是我们人性中 这个这个思 自私也不一定是坏的 公私呢 这里我们要这样去理解 就是他当我们这种自私 从外界的一些 因素的诱导之下 然后他变成那种恶的时候 我们经常的把它去掉 我们是不能中欲的 这阳世呢 是指阳识 这一篇之体要 就第一 这第一章呢 是这篇文章的 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中心思想 然后呢 这中庸呢 有30多章 那这下面的10章呢 就是指思啊 引用孔子的话 然后来阐述这一章的意思 也就是说前11章 都是说 就是这一段的意思 就说呢 说什么呢 说这个 说这个道 性和天的关系 然后怎么修身 然后说这个 道呢 他的圣神功化 虽然我们说这个文章呢 他最后成文不是指示 但我们为了这个讲述的 讲述的通顺呢 我们还是指示 也不就去掉这个作者的名字 好 第一章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